在今天白天,冷空氣開始南下 這北部的朋友感受上最為明顯 因為溫度的降幅在今天的時候非常的大 白天的高溫部分呢 到了早上的時候還有在24、5度 但是過了中午以後 溫度可就掉到20度以下了 現在晚上的北部地區溫度只有在14到15 要提醒您,越晚溫度越低 穿著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未來有4天的假期 天氣狀況會怎麼樣的變化了 星期六是一個乾而冷的天氣 因為水氣在今天晚上就會逐漸的離開了 但你要注意哦 禮拜六冷氣團下來的冷空氣是最強的 尤其在明天的清晨 明天的晚上的時候 溫度的部分在北部地區會掉到11度的低溫 北部海岸線甚至有機會在10度上下 要提醒您穿著方面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尤其長輩朋友、心血管疾病朋友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冷空氣在一大早就減弱了 溫度的狀況在太陽出來之後 溫度開始上升 日夜溫差在周日是非常的明顯 要提醒您天氣晴朗 但早晚天氣是偏冷的 到了下禮拜一一直到下週四 冷空氣再減弱 溫度形態來說回到更暖和 甚至在中南部地區的中午高溫 都有機會達到28、9度 但你要注意哦 清晨的霧在中南部 還有包含的馬祖基門都會比較明顯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封面雲帶 已經逐漸的接近台灣上空了 整個封面的雲層 在逐漸通過的過程當中呢 都有造成一些降雨的狀況 但是呢 整個水氣帶的結構發展量來說 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降雨的量來說呢 其實並不會太多 但今天晚上 水氣帶逐漸的往南移動 中南部也有些零星的降雨 但我們注意哦 北方的高壓的冷空氣 已經開始逐漸通過浙江 而開始往台灣方向移動 要特別注意 今晚的溫度降幅是最為明顯的 來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外島地區的溫度只有在10度上下 明天是多雲的天氣 那在台灣本島部分呢 北部夜晚低溫在11度 中部15度 南部只有17度 而東半部地區也只有在16度 降雨的狀況在明天一大早 中南部還有一些 之後雨後轉多雲 小丁寧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外出穿著方面一定要特別注意保暖 還有明天一大早山區 還有局部性的農務山區活動的朋友要小心